一个人弃强 四个人打砸 嗯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给尼泊尔老赵人家修厕所打地巴 改善生活环境的第一天 今天上午就已经动工了哈 然后我刚刚睡了个午觉起来 我去看看 那个工程进度怎么样了哈 翠华现在正在 这是搞的什么 搞的什么饼子哈 嗯 已经全部扒掉了 下面在挖地基了 晒量尺寸了 看下这里面就是在搞什么吃的 今天饭做得多 我估计今天晚上要请他们吃饭 中午没有请他们吃饭哈 中午 哎呀好大的夜 今天中午哈 中午 我也没有吃吃不下 还是把那个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蹲变器给掏出来了 是直接敲碎了吗还是 掏在哪里去了我也没有 没有看见啊 没有看见啊 刚才搞忘了 睡午觉 哦 这里 搞到这里来了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按照他们这样子修的话 会很小 你看 这里到那边 到那边 今天上午我这个脚还 还见红了 我看了 受伤了 这里 这里 大概就是一个中心点 还是用这个去吗 是用石头去 那用石头去的话 哎呀 用石头去就会去得很少 没有货水泥啊 水泥也没有货 估计有得用用这个 哎呀 看一下这后面 这后面就是修那个厕所 这个石块 这边也是 泥土 翻过来的泥土 这石块堆在这里的 你 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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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我都醒了你还不行 看一下 看一下 正在紧急的施工当中 哎呀 哎呀 说实话 说实话我感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吧 因为 我认为 我认为他们会用这个水泥砖修 结果他们还是用这个石头修 然后这个空间就会 我认为不会很大 而且修出来很难看 但现在也不清楚啊 要看 主体修起来之后 或者是 要等到完工之后才知道吧 真想不通 这个地倒是扒了不少处了 但是我看它这样去的话 又像以前那样子去 像以前那样子去的话 还是 你看着大 越去越小 它就会形成这种局面 我还是来看看我们翠花 我们翠花今天很勤快呀 其实一直都很勤快 烙饼 翠花 嗯 口罩戴得好 他不想戴口罩 我一直让他戴 因为这个灰尘太大了 不好 我戴口罩不好 一直戴着口罩 啊 哇 那边还有那么多面啊 你得搞多少出来 太多了 所有人都要吃 是不是 啊 他们吃 嗯 这是搞到所有人都要吃的 嗯 休息一会儿吧 休息一会儿 太热了 又戴个口罩 看着这个搞得 我确实没有很大的心情 就不是这样子说吧 就是有点小失落吧 应该是 他们不怕晒 货水泥了 啊 这个是 杀死 杀死 哎呀 看一下 你看吧 他们这个拖鞋全部堆在这里 都不穿的 都光着脚 他们就是在外面要穿啊 啊 厕所这个框出来了哈 看见没有这个线 框出来了 看见没有这个线 框出来了 哎呀 这线是烟太大了 他们一点感受不到 哎呀 好烟啊 烟又大灰水又大灰水又大灰水 从里面飞 哎呀我的口罩 来给我拿着 口罩必须戴上 不戴上口罩的话 这个不行 非常太大了 这货水呢 我给你们说一下 其实我最想搞的是怎么搞 这个 这里哈 这里全部用水里把它给打成坝子 然后把厕所 直接移到那个最角落上去 然后的话 你整个 到时候再把这一个 这个水哈 水把它给移到边上 它这个你看像板凳一样的 就弄个方向弄到最边上 这样子一看着非常的通常 啊 看着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现在的话 看这个样子 基本上他已经确定了 要这样子搞 我刚才也提议过 但是他们还是认为 在这里搞会更好 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子说一下吧 对你嘛进去嘛 你看嘛如果把这里通坡过去 多好 嗯 现在是师傅们休息的时间 来帮忙的人在这里吃点点心 都是自己洗碗 吃了自己洗 自己洗自己的 这里的厕所拔掉了 然后下面搞了一个临时的厕所 最怕不习惯 所以说只有去外面 野地里面 找地方上厕所 哎呀 你忘记了 啊 不能摸狗 他身上有细菌 哎呀 痛啊 崴着脚了 啊 崴着脚 你要看着路啊 看着路啊 你 慢点 你要看着路走啊 最后家里面的厕所拆了 给他重建 然后把厕所拆了 没地方上厕所 在下面搭了一个临时的厕所 不习惯 他不习惯 我也不习惯 所以说我们俩就跑到野外来上厕所了 这个山里面上厕所了 顺便在这里歇一会儿 在外面的家里面灰尘比较大 我都不让他出房间的 而且必须一直戴着口罩 他很难受 我戴着也很难受 所以说就在外面待一会儿再回去 回去的时候再看一下工程的进度怎么样了啊 现在在修了 哎 果然是用这个 石头去啊 但是 没有 没有泥土了 管他的 哈哈哈 用水的去 它这个应该用水把它浇透了呢 不然它这个粘连性不太好 太阳快落山了,我来看一下这个进度怎么样 一个人弃墙,四个人打扎,还有一群人看 现在修了一个地址起来了 有石头去的 今天收工了,看一下工程进度 我似乎看着有点想笑 好了,朋友们,我是小明 在这里将记录下我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和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 感谢观看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个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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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